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棒 你不要弄死你了 你脸太小了 周周在哪 周周已经下去了 朋友们 这太小了 放灯了 放灯了 与同志 与同志 周周请在下面 对 他们俩椅子 自从一个试点都不关我的事 你们买口口气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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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周周 甚至都不知道该给谁看 不知道该跟谁分享 不知道该给谁分享 跟教练分享 跟教练分享 夏瑞呢 夏瑞呢 你感觉 这是什么呀 教练 这边是姜石 找山大哥 好惨 想象来一个打水仗 哇 你能想到这样吗 哇 开吃吧 开吃吧 开吃开吃 哇 现在天气是最舒服的 嗯 一点都不热也不晒 嗯 康康是小明吗 小明 小明 我全名是深康 家人都这么叫你 对 我朋友才这么叫我 那家人怎么叫你 家人怎么叫 那个你过来 下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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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终于到了他们这里 哇 都不容易 苍天饶骨骨骨骨 有没有看到公主小妹 不是有一席下雨了吗 张大海说 没关系 干嘛避雨 吃很多好吃的菜 不吃多浪费啊 雨里吃 刚好吃 谁说不能站在雨中 亲大餐啊 我可以吃 意外 没有意外 就不会有难忘的瞬间 你不觉得 周周已经自暴自弃了 你不觉得 对 就她在奶绿面前 她特别松弛 什么这也不管了 吃馅儿什么都不重要 跟馅儿在一起跳 端一点的 这个松弛感 走吧 走 走吧 好生气啊 公主小妹了一板 你擦一下身体吧 好好好谢谢 那你们觉得 你们不会恋爱是哪方面不会 就是纵容 嗯 就是她一直在触犯底线的事情 然后我就一直觉得 我可以解决问题 嗯 然后 就是我一定要找出根本问题 然后去解决 然后我以为我找到了 其实没有 就是她本人的问题 就是好多好多次 就是一直在触犯那个 然后你就不断原谅 对 就是人会犯错 然后我可以再多给她一次机会 然后我相信她没有那么坏 但是她越来越坏 就是解决不了 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在做 然后 就是太多了 我觉得这不是你的问题 是 那是她的问题 是 是吧 还有一点我跟你说 你那段关系最后悔的是她 不是你 对 我没有任何遗憾 那你已经 对 我全部都出来特别特快 就是脑子里不会带内耗说 我为什么不再多给她一次机会 这样 那其实挺会谈的呀 情绪价值啊 一些这个各种价值啊 都给的还蛮满的 对啊 是她 是她滥用了你 会谈恋爱的能力 给孩子夸不会了 你已经是很会谈恋爱的 你需要学会的是怎么自爱 真会说 先学会自爱 你心里才有底嘛 嗯 可能是这样吧 是 欢迎加入会谈大家庭 哈哈哈 你挺勇敢的 经历了这么多 你还这么乐观 就是我会带入那个时候的自己 然后去共情的时候自己 就觉得我自己很酷 哈哈哈 你真的很酷 很酷 你为什么觉得你会谈 啊 因为我谈得多 谈得多就会谈吗 啊 就是每次会互谈自己在上一段感情的问题 我觉得每一段我都有在进步 嗯 其实我现在就很少说向外求 对自己解决 对要求别人怎么怎么样 就是如果你要觉得不OK 那天呢我就不和这个人去接触了或者怎么样 就是所有的前任都是帮我们找到下一个更好的 哈哈哈 哈哈哈 没错没错 就是我 我在第一次谈恋爱之前 我喜欢一个学姐 喜欢追她三年 然后什么都没有 结果她 也不接受我嘛 就没有再联系了 六七年后 她就突然打电话给我 哦 她说 呃 我不应该以这种方式 戒断我们的当时的关系 她说 希望 你现在已经忘记了 如果没忘记的话 希望你已经原谅我了 她是当时没有明确拒绝你吗 还是 没有她就是 不会消息 所以你就不敢了 可能到时候来就是不敢了吧 那我觉得一定会有 一定会有 一定会有 一定会有你理想的爱情 一定会有你理想的爱情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你好爱讲这句话是不是 昨天那个 那谁 终于学会一句话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哦 哎呦 我们就去利用了一下她的话 啊啊啊 营用营用 营用营用 对利用不太合理 那有点太爱营用了 哈哈哈 变成她的话了 哈哈哈 其实所有人你问下去 大家都是不会谈 才会坐在这里 会谈跟遇到罪的人是两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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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哦 哎他这个 康康这个 你要进一个 金句 金句评出啊 会谈跟遇到罪的人是两件事 很会总结很会讲话 一定会有你理想的爱情 珍惜当下的幸福 我觉得感觉幸福的能力很贵 雨停了 停了 感觉这一段特别是康康最后的聊天 高质量 加分很多 嗯 一整个一个大家分 嗯 怎么样你说说加分在哪点老秦 哎我 他平常他平常感觉说话闷闷的 但是他给的情绪价值挺好 嗯嗯 我觉得这一期嘉宾特别好 就是他们很友善 因为都很正能量 你看 嗯 你很会谈恋爱 只是你没遇到对的人 我每次谈恋爱都会内看 我不在外球 好成熟的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啊 然后那么的松弛 而且那么笃定自己的观点 我是觉得现在的二十岁 已经就是越来越成熟 而且真的越来越是松弛的一带 所以他们的松弛感很好 每个人都这样就很难得 我很喜欢这一期的嘉宾 大多数人在选上线的时候 选的都是不会谈 就是下半曲 所以大家觉得会谈跟年龄 是成正比的吗 我觉得还是肯定是年纪大的 精力会大一些 然后会稍微懂一些 我觉得最后会谈就是因为你很清醒 你知道该止损的时候要止损 别把两个人弄太糟 到最后我自己的会谈 不是全身心的投入 而是变得很会爱自己 我就觉得 这种会谈恋爱可能就是 就很快的能找到两个人之间 待着最舒服的一个状态 要不然太累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